读本好书 听段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2017年的春节 朋友圈里一段视频被转风了 人们惊奇地发现 孙悟空 猪八戒 如来佛 王母娘娘 观音 嫦娥 龙王 红孩儿 牛魔王 高小姐等等 各路神仙和妖魔鬼怪 竟然踩着运动员进行曲 一一给大家拜年 这就是西游记春节联欢晚会 各位观众 由唐僧师傅四人主持的 西游记春节晚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自天而降的 有来自天宫的玉皇大帝 王母娘娘 太上老君 托洒天王 葫芦兽三星 等各路神仙 有来自西天圣经的如来佛祖 观音 文书 普贤 灵极等众位菩萨 有来自海上的四海龙王 龙子龙孙 虾兵蟹将 还有唐僧师徒在西天路上 所遇到的各路妖怪魔头 正纷纷出动 欢悦而来 涌向我们的会场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1987年 就是30年前 在中央电视台 真实播出的一台晚会 西游记是1986年 在中央电视台试播 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 但是当时电视联系局 还没有拍完 为了避免在1987年春节期间 出现单独播 一级两级的这种情况 导演杨洁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说用一台西游记的晚会 来代替观众热判的电视连续剧 所以在1987年春节 就播出了这么一台晚会 在今天看起来 完全是从观众的利益 和角度出发 满足观众的需求 整场晚会的音乐创作任务 自然就落到了 总作曲《徐静青》的身上 接到这个任务非常突然 而且离春节 只有一个多月了 他还有非常繁重的西游记 本身电视连续剧的作曲任务 那《徐静青》能完成这事吗 让我们从杨洁导演的自传 《感问路》在何方中 看一看三十年前晚会的策划方案 他说我的想法是 这场晚会必须与众不同 西游记剧组向观众贺年 就是要让剧中人物演员都出现 有剧中精彩的歌曲 更要突出师徒四人 我让许静青为他们美人写一首歌 导演突然下派了任务 而此时离春节呢 只有一个多月了 本来为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作曲的任务 就够重的了 这突然又来这么一大晚会 许静青能答应吗 他能完成吗 许静青在书中说 杨洁导演提了要求 我有点犯难 电视剧还有剧情 能够根据剧情来创作 这晚会怎么处理呢 我灵机一动 既然是众神仙来拜年 那就串烧一把 把多种名歌戏曲曲调 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上那猪后出雅了门 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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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那里去 去给铁子万种活呀新春 没什么鬼花呀 海生海岗花 去给铁子万种活呀新春 歌曲的串烧啊混搭 这在今天真的不算什么 可是大家想一想啊 这是在三十年前啊 西游剧剧组的这些创作人员 他们是多么的先锋和新潮啊 紧接着呢 许静青又马不停蹄地 为师徒四人 每人写了一首歌 烧带手还给王母娘娘写了一首 书中啊 许静青说 她说 王母娘娘的身份地位很高 天庭的女主人嘛 但要说这个神仙有什么特点 好像谁也说不清 这倒引起了我的兴趣 给王母娘娘一个表达心生的机会 我们听一听王母娘娘永叹调 这些人的宪教 人间经浄 自九岁 天空之风盘同回 带来仙头去家境 愿会尘好月尘光 起温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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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当然 起温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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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折开如意金箍榜 大踏个地府天野凡 折开如意金箍榜 大踏个地府天野凡 华东皇 是老板 还不好意思呢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喝汽水 岳母 丈人 谁是你岳母 我是你女婿 什么女婿 我怎么会是妖怪 我怎么会是妖怪 我怎么会是妖怪的王救 想当年安本是天空远衰 吃醉酒 除了错 打下尘埃 好 confiance 你会来 高老庄 打包不平 当夜处海 到最安当女婿 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安排 都是你 都是你 你看 赵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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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春节两晚晚会的播出 让电视观众是如痴如醉 而且正是这一台晚会 居然挖掘出了一位日后的 小品女神 您猜猜她是谁 女儿大了要出嫁 为她的亲事难坏了吗 赵立荣老师 在电视连续剧中扮演的是 车池国王后 那杨岛就请她来 在这个晚会里演小品 赵立荣很有顾虑 她干脆就拒绝了 那后来怎么办的呢 在杨洁导演的书里 她是这么写的 她说 我就急了 这场演出不能没有她呀 就自己跑到她家里去 隆重邀请 她很意外 对我的盛情无法推脱 才答应了 谁知道 她以后竟然因为 演小品 大红大紫 一发不可收拾 这周 我们和您分享了 许敬青老师的口述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